好萊塢巨星威爾·史密斯 在第94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上 直接呼了頒獎人克里斯洛克一巴掌 引起全球熱議 原因是因為克里斯洛克在台上 開了威爾太太光頭髮型的玩笑 據了解 杰達曾在2021年12月公開表示 自己飽受脫髮症之苦 所以決定剃光所有頭髮 克里斯洛克公開言語 杰達的造型很像魔鬼女大兵 讓威爾·史密斯忍不住爆氣 不過這樣霸氣護妻的舉動 卻也引發兩派議論 好萊塢以譴責聲浪比較多 奧斯卡官方推特也發聲明 不容許任何刑事的暴力 嚴重的話可能會吃上牢飯 之後也有警方介入調查 但被揍的克里斯洛克已經拒絕報案 也不會對威爾·史密斯提告 而台灣網友則是力挺威爾 認為她不忍老婆受委屈 是真男人的表現 事發後 客家業默默力挺發文寫下 我決定今天要看一部威爾·史密斯的電影 律師呂邱遠則是分析 打人是不對的 在法律上是不對的 但有時候很難說 特別是當有人自以為幽默 在上一人面前羞辱自己的太太 並透露威爾·史密斯自己是家暴受害者 小時候爸爸曾當面 把媽媽打到流血如注 所以威爾從小就立志 等到有能力以後要保護身邊的人 最後她也說 娶夫當娶史密斯 但強調打人是不對的 也希望有些人在開玩笑的時候 應該要適可而止 引發熱烈討論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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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跳 來吧 0 1 1 2